在大卖场里为自己代言的洗法精一卖 三千二两次 三千二三次 恭喜你 原价一千五你买三千二觉得贵不贵 不贵不贵 大家都做三次嘛 我今天从高雄市来 庆祝端午节 然后特别是张子怡小姐远自东北而来 我从五岁起妈妈就开始给我留长头发 潘田会杀了我的 我不可以剪头发了 也许有一天吧 如果有很值得去剪头发的角色 我会义不容辞剪掉的 张子怡也应景吃了台湾的粽子 喜欢 台湾有那个剪粽是吧 那个很好吃 目前张子怡正在同时赶拍两部新戏 一部是大陆导演刘烨的紫蝴蝶 她饰演在国家和爱情间挣扎的女间谍 另外一部是知名导演王家卫的《2046》 张子怡将以云南边疆女子的造型出现 五线文艺新闻 廖广斌张佩珊台北报道 这次节目是《2046》 中文艺术资广与第20条 大陆导演王家卫的《2046》 中文艺术资广与演奏 《2047》 敌尼演王家卫的《204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梁楠小姐 哇 真的很精彩 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立刻頒發今晚最高榮耀的 小姐